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结婚多年 没把正常怀孕的人是特别特别多 我有一个朋友到美国去做了三次手术 都没有成功 他非常的羡慕 哪怕这个孩子是调皮的 有点稍微 那么有一点不听话的 他觉得都是可爱的 他们的这种烦恼 是我们有孩子的人 是没法去体会的 好 有个女士跟我来电话 说明镜与点栏目 你看看我这被认真两三年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 这个肚子啊 根本就没有动静 所以就找到了我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宝宝 好 就通过他昨天上午这个时间 和空间 和空间我们架构了一个奇门凳甲 这个奇门凳甲 举这个时空能量场 就全部都说明是他 关于怀孕的这件事情 记住一个人要正常怀孕 要符合几个条件的 第一 是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特别是女性怀孕的子宫 这是个常识 要想当好一个奇门凳甲局 首先我们对这些规律性的东西 常识性的东西 必须得了解 第二 卵子 和精子 只有男子 和精子 在正常的情况下 才能够 定起香蕉的时候 才能够顺上怀孕吧 这些都是基本的条件 啊 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些东西 那么在奇门凳甲里面 我们看 日干 日干代表着这个求车的这个女士 但是 公中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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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最基本的条件 是否是相交的 相生的 和落宫的状态 我们必须要去参考的 我们看 先看他的日干 日干户在正宫 正宫 正宫在这儿是集群的 集群现在不是难受 所以说明到现在 正被孕了两三年的时间 怀孕根本就 怀不上 而表现出的一种难受 表现出的一种难受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渡门也告诉他 这个功同时也表现出他的身体各方面的状态 天府为殉挂 天府为殉挂 殉挂代表什么 你们要知道这个殉挂代表什么 殉挂代表是管道 管道 一个以其就是细细的管道 细细的管道 细细的管道 在这里 关于润产的事情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疏难管呢 好 苏难管 说明他的苏难管 好 您渡门 渡门是什么 渡门是堵 说明他的苏难管 是有点堵塞的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天瑞 在天瑞这个符号 是代表着子宫 子宫 公中的符号 就代表着 被罪这个子宫的 他的状态 我们再来看公中的符号 第一 天瑞名死门 这个子宫不争气啊 是吧 不争气 公中的还有个符号 是集土 加贵水 死门 来自于坑挂 也有病之下 说明说的 子宫是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里 集土 加贵水 这个符号 集加贵 叫地形玄武 南语 集兵垂危 集兵垂危 由辞送求月之灾 是公中 这个两个符号 能量组合在一起 就互相了一个病字 说明说子宫 也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里呢 公中的所有符号 都代表他病的符号 丙火为火 代表是炎症 所以子宫的炎症 是比较重的 为什么是比较重的呢 丙火在地望 地望为炎症 丙火为太阳之火 肯定很大呀 所以说子宫炎症 是比较大的 第二 集土加贵水 代表是狼种 集土在石天干里面 代表是石土 在淡病的时候 代表是狼 狼 狼种 这个狼种和包块 有区别的 狼种和包块 代表是硬硬的 实在的 而狼种代表是什么 这个 有 泡 有水泡 为什么 集下灵贵 贵为水 有水泡 和狼种 同时 也 代表着他这个 这个子宫里面的状态了啊 因腾手为缠绕和困扰 说明说 子宫里面有狼种和炎症 一直在困住他的 当我把这个话讲完的时候 他说老师 对 完全正确 就是因为狼种病气 还做过手术 做狼种手术的 那么从我们显示的信息 首先 要怀孕 第一个 必须要把子宫这个符号 身体状况 是不是要处理好啊 处理好 那我们再来看 发明男子的情况 啊 贵 代表是卵子 女性的卵子啊 金 心金 代表是金子 这两个宫里面 贵 资福 所以说卵子的质量 还是可以的 资福 只不过啊 贵在这儿是才养地啊 养地 哎 养地 说明说 养精续 这个卵子是早就已经养精续瑞 很久了 心金 为金子 名字是太阴 又处在帝旺的位置 帝旺的位置 说明说 金子 也没有问题的 帝旺吧 假如 这个 心为金子 处在 始 暮 绝的状态 说明这个金子质量是不高的 但是心金处在坤公为帝旺 在这儿是帝旺 说明说金子的质量是比较高的 只不过 卵子 来刻金子 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说 金子和卵子根本就不相交 也可以这样理解 不住床 金子和卵子根本就不住床 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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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老师 你说的非常对 这几年的时间 根本就没有过怀孕的 迹象 没有这个怀孕的迹象的 他现在 我说现在唯一的办法 第一 条件是必须 必须 要把这个身体处理好 并且你的疏难管 很狭窄 不能够正常排了 因为金子和男子是不相交的 不能够正常排了 他说该怎么办呢 我说你们好没考虑过去做市馆 做人工寿经 他老师不瞒你说 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来看 指使门 指使门是锦门 指服有为天音 指服和指使是笔合的 我们就再来看一个符号 丁为手术 丁为手术 丁代表是手术的符号 手术 宫中一个符号 丁加丁叫行人必归 行人必归 在这里的行人必归 我们怎么理解呢 准备要孩子 准备要同行 但是这个孩子呢 现在不和我们同路 出现这个符号 丁加丁就行人必归 说明说孩子是不是必来之相呢 说孩子是不是必来之相 如果住市馆或者是人工 寿经 这个孩子肯定是必来之相 但是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为什么这个局 用一个小福灵局 小福灵 代表是慢 代表是慢 所以说只有充开的时候 才能够受认的 就是充开的时候 我的建议呢 是他们上半年 把身体调好 下半年的时候 冬至左右 冬至左右的时候 才能够去做的 因为现在条件是不允许的 当然这个案例呢 你做了一些运筹 和一些处理方法 包括它代表家里面 这个公位的这个符号 是特别乱的 因为天安瑞和这个地方的气场 在同频和共振 腾舌为乱 贵为脏 几家贵这个符号 这个地方的气场是特别不好的 但在这里呢 都过度的去远展和解读 这地方的气场 有这些能量在 并且要把这个符号 变成有益的符号 才可能有生机的 当然它也完全好印证了 活到家里面 所有的符号的一些解读 都是对的 这是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受益的这个情况 同底 同底 我们还可以看出很多关于它 关于受益方面的其他的因素 这个符号 我们怎么去处理它 心心这个符号 我们怎么去处理它 怎么样把它这个符号 变成是相生的 等等等等 很多的一些原生 在这里不过度去讲 不过度讲 这就是关于它 怀孕这件事情的分析 和解读 这个案例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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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